又到了一年的结尾啦 你今年的心愿达成了吗 今年后宫也是经历许多人猫崩溃的时刻 我们把这些崩溃的事情一一排名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十四零三角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吃饭 最崩溃的就是翻越千山万里 却发现没饭了 然后还被儒才强迫运动 这应该是三角今年最崩溃的事了 都走一点路啊 运动运动 第十三名后宫的呕吐女王昭蒂 今年也不缺席 直接吐水在床垫上 可喜可贺 第十二名养猫人最常遇到的 就是搭车时 他们会一直疯狂喵喵叫 但还好搭车时间不长 所以还算是能忍受的崩溃程度 第十一名让人崩溃的猫咪日常 就是出其不意的抹便便 你有把便便抹来这里了 还有阿玛的连环叫 真的吵到让人很崩溃 邻居都要报警了 第十名 狸猫最崩溃的时候 就是睡觉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睡好了 这也是养猫人的日常 第九名 今年小花经历了第一次喂药和点眼药水 我们才知道她超讨厌吃药 他脸还会飞起来哦 你们要小心 这时候也是后宫第一次经历发霉 还好后来狂开除湿机就没事了 第八名 这是小花第一次抓蟑螂 但第一次就抓蟑螂失败了 好在后来我们把蟑螂完全消灭了 小花也不用学抓蟑螂了 第七名 回为多年 收壳时与阿玛再次相见 不行不行 引发收壳时的大崩溃 自从这一天起阿玛的心就受伤了 第六名 平常柚子都在闹别只猫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有被烦的时候 虽然三角很奇怪 但柚子出手就是不对 各位你说呢 第五名 没错 尿床垫就是最崩溃的事情 但柚子在这集马上就被招地惩罚了 他没有招地 哦你这样不让人家上来哦 柚子啊 第四名 狸猫爆弹剂 男生的那边真的是很脆弱的生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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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长下次可以小心屁点吗 哦 第三名 在小花还是苗条的时候 发生他人生中最崩溃的事 好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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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可贺的是 现在他在也钻不进这个外套袖子了 该开心还是难过呢 第二名 令人崩溃又傻眼 已经好几年没乱尿尿的阿玛 竟然在今年破戒尿尿在沙发上了 现在就走酒 所以才要滑 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年该如何是好 第一名 本年度的第一名 就是鹿鹿 此生最崩溃也最丢脸的事情 就是这个了 哈哈 一失足成千古恨 没救到鲁士奴才笨 以上就是今年的崩溃台行榜 你最喜欢哪个呢 快留言告诉我们吧 也祝福各位新年快乐 小伙子 喔 今天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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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阿瑪一起去找回法 出發 然後這邊是他們第一站 他們第一站是車站 對對對 第一站這邊就有一隻阿瑪 這東西還沒收 欸這紙箱 我們把它 我們先把它搬 呵呵呵呵